还记得up主之前出的那期2021年最好的组织游戏加速方案的视频吗 那时候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暖路由挂梯子给游戏加速 而且呢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当然呢梯子的信路得支持UDP转发 而且呢还对游戏做了优化 其次呢就是暖路由装玩意油的插件 这个方式呢也比英路由上面的玩意油插件好多了 因为呢玩意官方的那个胶本有比较粪的运行机制 再来就是旗游联机宝玩意油加速和这种 就这三种方式的比较好一点 其他的方式呢都不太行啊 但是呢自从我接触了这个最新版的旗游联机宝呢 这个游戏加速的方案的顺序呢就发生了改变 不得不说这是我用过最稳最快的游戏加速方案了 几年前旗游联机宝刚出来的时候呢 我一直想买但是呢没有买而且呢还挺贵的 那时候呢在我心目中呢这个旗游联机宝呢 就只是一个路由器加了一点那个加速插件而已 后来我去问了一下黑洞谷歌大大旗游联机宝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不过呢我还是没有决定买 然后又过了几年啊 我最近发现旗游联机宝出的新版本而且还是轻招版的我就非常的感兴趣 至少从白招版升到轻招版了 而且呢那个外型还挺好看的 我对旗游联机宝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啊 直到最近才决定啊 录所来测试一下 测了两个星期之后呢 我越来越喜欢这种方案了 我天天都用这个来加速的 玩意悠悠的路由器插件呢其实挺不错的 而且呢路由器版的插件呢会比音路由版的稳定性好很多 但是玩意悠悠服务抽风的时候呢 或者说污染你的DNS的之后呢 你需要重启整个路由器 而旗游联机宝如果你感觉不正常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重启旗游联机宝就行了 不用重启路由器 也就是说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不用断网 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 我希望呢旗游光发呢能处软路由版的插件 因为我的软路由性能很强大 比旗游联机宝强大很多 我希望能在软路由上面运行旗游独家的加速程序 接线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一般网线的一头插到Xbox One X上面 然后另外一头呢插到旗游联机宝的这个link口 接下来第二条网线的一桶呢 接到你的路由器 然后另外一头呢 接到旗游联机宝的win口 这样就好了 接着拿出你的手机呢 连接旗游联机宝的WiFi信号 你可以看到有5G和2.4G的网络 随便选择都OK 然后呢就可以打开你的旗游联机宝APP了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游戏 这是我已经收藏好的 然后这边全部游戏 还有很多可以让你选择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选择你想要加速的节点 港服 欧服 美服 或者其他服务器 特别一提的是 它有CND的加速节点 所以说离我最近的才4毫秒而已 顺便一提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旗游联机宝呢 它是自动获取动态IP的 也就是从我的路由器 获取一个IP地址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获取到10.0.4 对不对 但是呢它分配给Xbox的是192这个网段 这个旗游联机宝和我路由器的网段 是不一样的 不过呢大家不用担心 即便你的手机 你的Xbox是在192的网段 但是呢你实际上也是可以访问你路由器下 也就是10网段的那些设备 就不是说NAS还有你的电脑 你看它现在可以跑满速突破200兆 现在下载的是全境封锁2 大概17分钟就可以下载的网了 300多 我居然上了300兆了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全境封锁2 你可以看到内台全开所有服务即可使用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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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el Agent,Pilot Torres is cleared for transport at Kenley College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巨贴 我已经加速好了 我已经加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来看一下极限建树地平线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连接到线上了 是不是 一上了就已经是线上了 最后给大家带来是战争机器 是线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匹配的速度是真的快 特别是你在此球上自定于这里 马上就刷新出大厅出来了 对不对 或者说你在对照模式匹配一个 它这里 你看已经找到配对游戏了 已经创进配对游戏了 在陆地图中 对的没错 X-Force的战争机器就支持剑鼠了 你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 是因为了 算是 好 我找到 讓我來 應該要留下 要留下 好 快點 來吧 哈哈哈 冲啊 冲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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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